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夏长安同学之前在国外待了一段时间 这学期才回国上高中 陈昊轩同学呢 从初中开始 数学成绩就非常优异 随遇 没来 没吃 为什么 他食量特别大 他一口气吃三个人吃 我们一起去吃冰淇淋吧 我请客 如果有一天 机器人拥有了自己的主体意识 他会不会想要反过来控制运动 所以我们现在最应该优先思考的做事 他为什么要套路 前天在我市科技园区附近 发生一起车祸 你还记不记得那个肇事的AI 长什么样子 这次抓捕行动 绝对不能包裹 AI受到阿西莫夫母害的限制 所以基本上他们不可能攻击人类 AI是人类创造出来 保护人类自己的呀 只是你们创造的不是人 是个怪物 如果害你爸妈去生活那个人 就是投放在预险高中的001 那这个危险就在我身边 这件事 我一定帮你 这机器人还有其他不可告人的秘密 我们必须销毁它 此身份证明的人工智能型机器人 以涉嫌恶意导致 适合生命危险的队名 将它强制管理 站住 其实你们早就应该知道 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不对吗 人类都是有缺陷的 那么这个AI的设计 就不能视权视美 这样你怎么才能够融入到环境里去呢 我为什么要融入机器人 为了保护我爸妈 我还希望做得不够 机器人不应该有自主意识 听起来 你不是很认同发展新能型机器人 没有痛学吗 你懂什么叫痛吗 你真的是一个没有情感的机器人吗 我们是不会被困惑的 我原来以为 女生应该很淘汰 我都看过那个跟你一模一样的AI了 我有冤枉你吗 我有冤枉你吗 我一直怀疑你们两个是其中一个人的名音 然后你们都不是吧 当我们跟人们一样的时候 怎么要怎样证明 是不是人类 哈喽 各式影视会员的朋友们 我们是TNBOYS 每天都来支持超少年密码吧 7月11日正式开播 我们不见不散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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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